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病人知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 不病人知不己知也 真正君子人 不病人知不己知也 病 忧利 这里这个病 这个字是忧利的意思 不必忧利 人不知道我 觉得自己很有才能 人却不知道我 这个君子不忧利这个 人不知而不运 不亦君子夫 自己有道德学问 别人不知道 不认识 那么自己心里也没有埋怨 不埋怨 不失一位君子 不亦君子夫 人不知而不应 不亦君子夫 那么 你只要忧利 自己有没有能力 办事能不能为公 只要忧利这个 就好了 不必忧利啊 人不认识我 不知道我 只要忧利 只要忧利自己 有没有能力 只要忧利自己有没有能力 我们出来办事啦 那能不能为公 有没有实行 要忧利这个 不忧利 人不知道我 忧利自己有没有能力 办事能不能为公 没有失心 有没有失心 忧利这个 就好了 下面是写如老人 那么讲他自己 无的希望是在诸位 并不是无在此 炫耀无能讲伦语 大家学论语处处问自己有能力与否 要多为他人想就可以了 那么血路老人 那么讲他的希望是在诸位 就是大家 他讲伦理并不是在那里炫耀自己能够讲伦理 而是要大家学伦理处处问自己有能力与否 在哪个方面 要问问自己 自己有这个能力吗 还是没有这个能力 要多为他人想就可以了 那么自己能够担任的 再去做 自己没办法担任的 不能勉强 这个勉强可能就会损害到他人 所以要多为他人想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要常常想到我们自己 到底 有能力 办这个事 还是没有能力办 这个要常常问自己这个 要多为他人 作想 那么这样就可以了 下面是讲 当时台湾 教育部规定 到了70岁 不许在学校教 这是台湾 当时教育部 定了这个规矩 人到了70岁 就不许在学校教书 私立学校还能行 私立学校到90多岁 只要能讲 能改变子就行 这个私立学校是民间办的 不是政府办的 不是公立的 是私立 那么私立的学校 他就没有这个限制 这个90多岁了 只要还能够讲 能够改变子 也可以到学校上课 我站着讲两小时也行 我不是不能 但是给钱我也不收 干工家的给钱 不合乎我的原则 我都不愿意教 这些学校没有持我 都是我自己持的 那么学路老人讲啊 他这个 站着讲两个小时 那个时候是94岁了 他站着讲两个小时也行 不是不能 但是给他钱 但是给他钱 他也不收 干工家的给钱 那么在工家 教书给钱 如果不合乎 写路老人 他教学的原则 他都不愿意教 这些学校没有 辞掉他 都是写路老人 他自己辞掉的 因为啊 没有符合 他教学原则 那么教了啊 他觉得啊 对不起学生啊 这个 所以他辞掉了 学生愿意给我教 我不教 反而有乐趣了 你们学这个 问自己 能收不能收 处处为他能想 就行了 所以这个地方啊 也是 我们要 深深来学习的地方 这个 学生 我们能收 还是不能收 我们有没有能力 去教他 处处为他能想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张书 那么主要的主旨 也是给我们讲啊 这个 君子并无能言 不病人 只不己知也 一个君子的人 他优历的 是自己 有没有能力 为别人服务 不优历 人 不知道他 这个 不优历这个 只有优历啊 自己 有没有能力 不优历别人 不认识自己 这就是一个君子 人不知 而不愿 不欲 君子 富 好 这张书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花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